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怎么做这件事呢 首先呢 我给你们的资料是当然还没有写程式的 那我要整理的是六都的资料 所以我觉得我就先把六都挡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要整理的哪几个县市 你就分别先列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新北台中高雄台北桃园台南六都的资料 六都六都知道就是直辖市的那六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假设我们先整理新北市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total total 我现在先把那个操作的顺序告诉你 然后开始就要准备录制 你看一下 在这里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收集所有新北市的资料 因为这边六都嘛 六都 我是不是先做新北市 随便你那个顺序都可以对调 你要先做台北市也可以 你要先做桃园市也可以 随便你 然后接下来 这里是不是新北市 那请问我到时候写完那个城市 可不可以去执行这里面的城市 当然也是可以 你就把那个名称换掉 例如说我只要整理 例如说台北市的各12区历年低收入户的资料 随便你去整理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重点 操作 因为我们大概知道要做什么事 可是请问你 你会怎么做 我接下来因为这最后一天 我也该问你们这件事了 请问你要如何找出所有新北市历年各季的低收入户数资料 这里面你要怎么找 筛选嘛 对不对 你想一定是筛选 请问你筛选怎么做 我的做法跟你的做法绝对不一样 请问你们做筛选 是不是用这个筛选 对不对 绝对是 还有没有别种方式来征求各位的意见 除了这种筛选以外 我不是 我不是用这一招 我不是用这个筛选 我也是用筛选 可是我不是用这一招 所以怎么做 花属右键 筛选 以选取储存格的直筛选 为什么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游标落在新北市 对不对 他可以选新北市 他就变成筛选是有一个依据 就是新北市 我到时候我把那个筛选换成 哪一张工作表 list这张工作表的 一十二 然后一十三一十四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今天我用筛选的话 用这边这个筛选 可能不是很好 可是如果我刚刚用这一招的话 是不是会比较好 以选取储存格的直来去做筛选 记得筛选 我现在是不是只剩下新北市 然后全选这动作一定要会 Ctrl加A 谁不会 大家都会嘛 Ctrl加A 全选之后是不是要复制 是不是要复制 复制完毕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会希望新增加一张工作表 直接做贴上 贴上完毕之后 请问一下工作表名称 是不是希望换一下换成什么 新北市 因为我们做新北市 当然会希望 这一个工作表的名称就要做新北市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做什么事 换好名称咯 换好名称了以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回去 回去什么地方 回去Total这边 然后把筛选取消掉 为什么 这是为了方便我下次再做的时候 我等于说是从一个原本 你是做从一张很大的资料表里面 开始重新做筛选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后一个动作 是把Total这张曾经做过筛选 把它给取消筛选 就是在顶次这个排序筛选底下的筛选 那你会说 那不能够在这边选吗 不能够在这边 然后筛选 有一个什么 清除限制的筛选 有看到吗 都可以 可是我会比较倾向建议你 就是我怕你到时候没有选到 所以呢 我才会改选 改选用这个方式 所以操作动作 我再快速的做一遍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游标是不是落在这个Total这边 然后呢 滑鼠右键 然后筛选 直接选这个筛选 直接选这个筛选 以选取储存格的值进行筛选 然后Ctrl加A全选 全选完毕之后呢 复制 复制 然后新增一张工作表 新增一张工作表 然后进行贴上 贴上完毕之后呢 把工作表名称改成什么 改成 就是List 那一张储存格的E12吧 好 就是叫新北市 那里面那个值 新北市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回到Total这边 然后 去把筛选取消掉 结束 就这样子 可以吗 就是我的操作步骤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现在就要录给你们看咯 好 因为我觉得说从操作步骤到录制 把它一切呵成的去讲完 就这样子